桃花扇的作者孔上任可是大有来头 他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 康熙皇帝尊崇儒学 对孔上任更是礼遇有加 不过就在他写了桃花扇之后 变了调 因为桃花扇写的是明朝末年 可是偏偏当时清廷统治才刚刚稳固 桃花扇很容易勾起 明朝已老难过的情绪 造成人心浮动 再加上康熙认为 自己再怎么努力的礼于汉人 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交心 尤其是像孔上任这种指标性的孔子后代 写作题材竟然还是缅怀 明朝那个旧时代 康熙失望之余 干脆罢了孔上任的官 康熙的心思从来没有明说 不过后人的揣测也八九不离十了 只能说桃花扇不但本身的故事精彩 戏外引发不同的文妙解读 更是横跃了好几个时代 依然是扣人心血 我是林一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历史风云渐网之来 请继续锁定热血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